苏林東洋里活動中心 傳出悠仰國樂曲 這是化媒鳥樂團團練時刻 但是團練完大家就忙著 打菜服務社區長輩 大家一起最黑獎崩 苏林共餐活動又增添一名勝利軍 化媒鳥樂團除公益演奏外 之後將成立協會 加入服務社區老人共餐的行列 化媒鳥樂團真的非常用心 他們是一個公益團體 常常做緬繪的表演 來跟長輩一起互動 今年我想6月2號開始 他又跨足了我們銀髮組的共餐 剛剛大家也聽到 除了共餐以外 他們也會要成立我們的俱樂部 今天是第一次的一個共餐 我們的長輩都非常開心 第一次辦共餐 團員忙著幫長輩們打餐送餐 化媒鳥樂團長期從事公益活動 在公所的號召下將成立 晚相遇協會關懷長者 讓長輩在協會裡一起交流成長 貢獻所學 所以在周二周四團練後 在東洋里活動中心順便服務在地長者 大家一起最會甲奔 現在會去成立一個化媒鳥晚相遇協會 那晚相遇就是 那個表示就是說我們人越老越有價值 越鄉 那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來這邊 可以當老師也可以當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來當學生 學習別人的一些不一樣的人生經驗 共餐的經費都是由團員自掏腰包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一起服務長輩 協會成立後將結合長者共餐與學習 不僅能讓長輩借由共餐互相陪伴 情感交流 更能在團體中學習成長 大家一起吃飯 一起變成好同學 中家新聞 吳沛山樹林報導